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先进来收看《完汁完美》 有我这个Terry, 还有天狗 上次我们讲完同性戀的时候 今次我们会再延续一下同一个心理病的情况 就是讲讲这个忧屈 因为忧屈都可大可小, 随时拿你命 先讲讲什么叫忧屈 忧屈虽然大家表面上知道 如果心理不开心, 那就叫忧屈 那忧屈上面你也有分几个层次 如何形成忧屈 那医学上会告诉我们 忧屈会有这个生理, 心理, 遗寸, 和外在因素影响 童年影响亦都很重要 那这个会是外在因素 当然, 生理上我们首先是简单来说 比如你喝酒太多, 或者是你吃药都太高 即是你怒醋怒得太高 之后你就会抑郁 尤其你怒醋怒得高 就不是一件好吃的 偶尔怒一下不是一件坏事 但不许你怒醋怒得太高 我不太建议你怒醋 但不许你怒醋怒可以怒醋 没所谓 然后, 心理因素就是 你过分神经紧张过人 或者是某些事令你个人 心情影响到你 某些事影响了你, 会认不出你抑郁 这个是心理因素 但心理因素会和外在条影响 因为如果你没有外在因素 而影响到你心理, 你就不会有抑郁 有些人是天生抑郁 天生抑郁这个命感入面 亦都会考虑到是一个生理 或者是一个基因遗传 如果很不幸的人来说 如果你老爸老母有抑郁 你自己都有了 因为你老爸老母有抑郁 本身他面对一些事有伤症 你个人做事 他教你的观点有伤症 就是你学了你老爸的观点 所以你面对有伤症 做人父母, 不要教小朋友 要自己抑郁也好 自己抑郁也好 自己抑郁也好 不要在小朋友面前教 不然 那就不行了 如果抑郁也好 所以你要在小朋友面前 你要很正面 很正面 很正能 很正能 给他看 最主要是 就是那个 保持健康的社交 这个要 所以 这个是遗传上和生理上 然后我之前说的外在因素 会影响到你优惑症 譬如是 某些事 譬如是分手之后 你女儿肯定了你 明明你很好 你女儿肯定了你 或者好像韩剧般玩了绝症 韩剧玩了绝症 这个机率比较微 我觉得比女儿肯定的机率比较多 就是 情况下 你以为你很爱 你女儿 原来你女儿是玩狗 原来是剧男人 然后被她飞 那就没有看头两袖 分析不了她的女儿是什么 所以现在是你没有看 不要紧 你翻转回看 看看A集 我们会告诉你女儿是什么 之后就很可能有幼症症 有的都是你本身 愈生俱来 在科学上 医学上 刚刚说了什么叫幼症症 现在我们从命理上 解释到什么幼症症 如果在你个人命盘上 即是八字 上面会显示到几个情况 会有机率有幼症症 首先说回 之前我们在AV那集 有提过 特别是两个生肖的女儿 或者是人 开开自刑 开开自刑 反而熟诗的情况的人 会有机会有幼症 和熟龙的都会有 陈陈症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开开自刑 代表水 水会想得多 这些女儿想得多的时候 想想想想 有时会想得太负面 即是 明明条子 本来是出来上班 然后想想 有条子出去偷食 很搞笑 有些人熟龙又改了名字 叫龙 这些是幻想的不实 这些是幻想的不实 这不怪得 如果你在家里没有残屋 即是你没有开八字的时候 而你刚巧 他们觉得龙是好事 单一条龙就好 两条龙就不太好 你以为打功夫吗 你以为打功夫相同出海人 你以为打功夫相同出海人 而弄争猪就无谓 再加上三条龙 大家打杀架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 下你命款 你个人思想上打杀架 那便会变成你思想 萌室 你萌室 你固执 你之后会转牛脖子 亦都会影响你到抑鬱 最简单 在生肖上面 或者在年月日上面 年月日时 四条柱 看你哪条柱中 你年柱就是年柱 中柱就是青年柱 日柱是中年 月柱是青年 那你时柱就是老柱 那看你哪条柱 那你最简单的生肖上面 日柱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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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柱就比较嚴重 日柱就比较嚴重 年柱就很轻微 或者可能会发生在这个 年轻时期 月柱同一 但都比较大事 年轻时期 那你年轻时期的最多父母班 我想不同的严重性 那你年轻都不会有什么 有些家长不认为你 那你家长不认为你 那你总比较大事 那你总比较大事 和老婆和老婆 有些好像有些什么 儿子自殺死了 都要消一些功课 给你做 那不就叫我饮工 他死了总部 笑死人 如果老婆死了 那一个老婆死了 那是否消息死人 那你找我老婆死了 那你找我老婆死了 如果老婆死了 这些人没有得定 这些人真的 好了 这是从生肖上 大概知道 那些人会容易发生这个 乳骨 好了 之后下一个 下一个点 就是 我们看一看是偏引 偏引过重 程度下 那我们也会有乳骨 那为何偏引过重 也会有乳骨 首先是 最 我们用这个科学解释 一点点 偏引 那在医学上说 其实偏引是说你 想你的 仰活你的东西 会偏向你的 仰份 就是偏向你的思想 而食伤 就是你创造出来的 就代表行动 那如果从医学上套来的话 引性就代表你又老 食伤就代表你做老 会不会只想不到那些 那如果你引性过重 就只想不到 只想不到 就是有很多想法 但是它又没有发射出来 所以如果你引性过重 要发射 那如果你想怎样发射 就除你 你喜欢打给你发射 我都没所谓 打不打太多 打太多影片 我们都不负责 的 识开而止 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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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不是要包这个 医疗保险 我不知道包不包 这个你要问你医疗保险 所以在引性过重 而制食神的情况下 那你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个症 那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叫相关、建官、命大 命大、相关、宴官 相关什么叫相关、建官 正官就是说你很正义思想 或是路正 扩触你的东西 相关就是说你做的东西 或者你做一些反叛的东西 即是你反叛的控制 相关 相关 相关的行动 那如果你相关建官 乔王 相关 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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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命大相关建官 即是你四条柱里面有相关建官的情况下 那你会有这个叫操门 我们叫操门的性格 即是类似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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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外表斯文就内里open 即是想去又不敢去那些 即是假扮了事情 但不过你要太多亿压着自己 所以 即是想冲 自己又不敢冲 又比十几十条动力压着你 所谓伦理道德压着你 所谓矜持 所谓矜持 这些是所谓的矜持 不是真的矜持 真的大领 denim 因为行动和思想不协调 这就会影响到你 重说輕看 先在那个 quedycz 无论drive 身弱就麻煩了 身弱的话,抑鬱都没什么 最多是想起一边 其实是一大堆伦理独得压着你 好的正面的伦理独得坏的负面思想 亦都压着你,觉得整个想的都想不通 身弱的时候,那就无力了 身弱伤身 身弱伤身,精神会瘋了 身弱伤身,限制不得了 十几十万尺高空跳飞机跳出来 国防室都不想带他一只 因为你官司应压着你 伦理独得,以及反面不是欧伦理独得 官星代表伦理独得 七杀代表救僵 够僵,又够僵,又被伦理独得压着 太够僵 同一时间压着你整个人 你变成一个人很不肯舒服 那一刻,你要发泄出去的时候 当然打飞机是一个很好的发泄方法 如果不是的时候 我想是身弱的方式 身弱,你还要打飞机 那你就真的会很麻烦 身弱成都不同 这比较适合身强的人做 但身强不会的 身强是负诸身弱行动的 随时会引向脱脱自杀 张国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身强兼大观察公身 这个我们稍后再解释 那我们先讲一下 抑鬱例子上面 我们有一个 乐坛界的超级奇才 就因为它抑鬱我们才有这么多波币 这个就是林直 那林直的盘 如果你出面或者你自己 会看到它连事成八字的时候 出现会有两个盘的情况下 不过它那两个盘都是偏硬为草 为什么会有两个盘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盘 因为两个盘 刚好它出生那一天 就在气运交接 交气的时候 早几个小时会是上盘 次几个小时会是下个月份出来 在未时之前 未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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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下午三点之前 它都会是下月出生 那如果它三点之后出生 那会是子月 那不论你哪个盘都好 它都是会有一个 引声过重 那如果它是三点之后出生 那它引声过重再加制食 为什么呢 它本身就是甲木人 那引声就是围水 那水让木就是引声 那你还要骗人 而它月处上面的天罡 庚金金 身旺下面的子水 那原本 庚金就是七杀来的 就和甲木来说 问题是七杀兽制 给它引声紫水 黑 两个都糟糕了 一个是僑人来的 一个是僑人 僑有七杀兽 对 还有它旁边的两个 就算 它两个床都被祭住 如果它盘 如果它有火 那它变成水床的时候 火会被灰色 即是变成它想 它财星太多 就算食伤有群 财星有财 有食伤都变财 有食伤都变财 而且它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印的时候 有床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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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林夕是会有两个盘 当然林夕不会说 它是看几年出生的 所以从两个盘看出 它本身是一个极对忧屈的时候 那你忧屈 这件事 亦都因为它个人忧屈作的词 刚巧它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给张国荣 而导致张国荣都会引致自生 那就是连带性的关系 就算林夕不给那首歌 张国荣 张国荣都会去自杀 那为什么呢 这是流年大运 现在就解释了 为何张国荣的自杀 和优伟有关 那之前我们说的是 它和同性戀有关 那已经解释了同性戀 如何呢 再加上当时 香港对同性戀的感觉 不是太好 就是太过抑压了 即是 其次 到时 导致他外在心理因素影响 外在环境 他觉得 说不说好 又成了 到后出演唱会才公开说 他本身引声重的时候 有什么都不会说 是的 所以你个人有什么不说出来呢 这个就加重了 憂鬱 加重了 还有他今晚 2022年 25年 和他日处 是产生福淫的情况 那福淫是什么叫福淫呢 简单来说 就是那些无病生淫 即是你女儿无缺 如果叫两个人 又不知什么 又红流红 又是福淫 又是福淫 又说你好迈的 这些都是福淫 你当男人的时候都挺辛苦的 撞正这些 撞正的 他的年运和日处撞 他本身就是情绪波奉气部不定 那时还在拍这个什么 熱度空间 拍鬼片 拍鬼片 之后到后期 刚才有个新强观察公身 所以走去自杀 之后他那年2003年 季未年 他的肚太重 他本身任水 那肚黑水 那便会观察 那你不要理会 静观力測殺 即是这样 出现了观察公身的情况下 有肚盖着水 那本身他的命本 肚也有些重 在后面 视同日 日处就生往事处 即是火生肚了 那肚太重 观察太重 所以003年的时候 自己一时想不开 如果不顶不住 就跳楼跳出去 新强 新强 所以新强,还抑鬱 自杀 宣察公身也会比较好 观察也算是压力 观察压力 那会弱粗 就是 断杀 就是压力 那要看什么 要是断杀压力 要好还是不好 如果新强 其实又不好 被人受缸 所以如果新强 本身有抑鬱 然後再加官秀公身的時候, 跳樓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這樣的人, 多點關閉他 留意一下, 或者有時候幫不到多少人, 開導一下他 如果不然, 世界上有多條命, 閻羅旺, 地府, 多孤魂, 野鬼, 無奈米 然後, 整體上, 剛才我們看了是林直和張國榮兩個, 其實兩個都是新強 林直是未自殺, 張國榮先自殺 其實林直都是自新強, 因為水深木, 張國榮是金生水, 兩皮兩個是新強 那林直會不會自殺呢? 其實負面的講過, 其實不太除, 他是什麼時候 這個要看他本人怎樣去調解的, 最主要我覺得 因為他現在, 近期他說他已經走出了, 胰骨症 其實只是有很多時候, 心境上, 你的模式是怎樣 所以這個是, 你怎樣去面對最重要的, 其實 如果你不懂得面對的時候, 你真的很麻煩 你胰骨症, 隨時你會… 因為你, 本身胰骨是負面的時候, 你向著負面方向走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你很多時候有症, 怎樣嚴重它? 就是因為 惡性循環, 譬如不同人說, 人際交際上不健康 你自己的病人在家裡不肯說話, 是吧? 影響到生活節奏, 影響到身體健康 其實抑骨會跟另外一個病徵有所關連 但不會太大, 也會有影響, 因為你可能會某情況上引致抑骨 這個我們之後下一個題目會再講 暫時再講回這個抑骨, 因為我們還是在抑骨上面 所以, 總括來說, 如果, 首先, 如果這個抑骨是屬豬的, 或者屬龍的 你小心, 本身就有些機會抑骨 第二, 之後, 如果你偏引性過重, 命大偏引性過重, 你也會有機會抑骨 即是你出生月份, 身亡自己的日乾這個情況下 人性太強, 身強, 有很多事情都靠自己的時候 習慣了靠自己, 覺得別人幫不到 有些人是覺得別人幫不到 其實當你身強, 你個人情感覺得 我自己做什麼都做到, 其實不需要靠別人 但你當去到某些情況的時候, 你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自己搞定的 然後, 之後, 第三就是觀察公身的情況 這個其實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觀察公身, 太多抑擇抑骨 本來你身強, 即是你一個很強壯, 即是你一個很想運動力太強的人 你想宣洩, 你的精力太黃盛 而煞時間又有腳出去, 綁住你, 你個人是會不舒服 所以這個是觀察公身, 尤其是身強, 自殺都比較高一點 身弱的, 會想像一個坐不定的射路, 你逼他坐椅子 這個已經不是好事了 然後, 之後, 相觀見觀 這個是行動上, 和你思想上, 兩個有衝突 亦都會造成一個抑鬱, 看看你哪個強一點 如果你是觀星為忌, 即是你約束力為你需要用的 當然是抑鬱症會比較少一點, 不會 通常這個情況會發現, 出現這個正觀為忌 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你不喜歡受約束 那刻你打算觀察公身而已 如果你的命是相觀見觀, 而你正觀為忌 本身人的情緒波動都比較大一點 本身是會有的, 你想的和做的都不會成正比 都不會協調 即是想走路正, 但又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這些情況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正觀為忌 即是你的約束力太強的話 如果你不要的話 即是有一刻, 受不了壓力 有些人是受不了壓力的 即是好像香港近來最流行的 網上不見了幾乎都會跳樓 就跳樓 然後做工課, 做不想地面又跳樓 沒有很多學生是這樣的 不排除 你不是說社會是這樣的, 就要逼它是這樣的 受不了的 全身是小朋友本身出了問題 不過有時候, 很難猜的 你很難說, 香港的教育 你放假就給你多些功課 你試一下你休息 你老闆給你十幾十份工作 看你有沒有不安心 你何止跳樓 你途遲回公司 我叫你放聖誕 弄多兩個OT 兩個OT 算是少了 轉頭給你十個項目 我想你回家 在老闆的辦公室 是怎樣拍的 香港文化這些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事情 所以,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然後, 結束了 抑鬱症的情況 我們已經說過這麼多了 情況大概是這樣的 要怎樣控制 要怎樣控制 要看你個人自己 和身邊的朋友怎樣幫你 要小心 如果你有小朋友 當然你要學會怎樣注意 抑鬱症的情況 有時候很難說, 你看不到 有時候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有些行為習慣上會有少許轉變 有時候你做父母 有得他 那是老闆、老闆、老闆 可能有空 觀察 那你也糟了 有時候, 如果他講回最初 如果你醫學上 我不是說有生理因素 和遺傳因素 那這個你小朋友出生 如果有的時候 你看不到 你這個寶寶仔 你怎知道那個寶寶仔開不開心 開盤 那我真的開盤 那開盤 當然你也是拿一本萬年力出 你有小朋友出生年兩天 你怎會沒有時間 那這個寶寶一定會給你的 最好都是文化專家 有些人自己看以為是 搞錯了就沒有 那就是 你整天看錯了 無端好像 如果你臨直出一個本 你不敢知道 你真的出錯本的時候 你也很麻煩 剛好臨直兩個月初都是水 這樣才是 人性蟲 如果一個不是 一個是水 一個是土 那你真的不敢 差幾遠 差幾遠的 那你真的不知道誰是 所以 有專家就找專家 沒有專家的角色 只要找我都無所謂 那如果你要找我 麻煩你在我youtube上面 留下兩句 那我不介意 給你看兩句 基本的 看一看都可以 基本的看一看 那你也知道 你小朋友是哪個型的 或者你要知道 你的女兒是甚麼 恩財私嫁 也一樣 對 還有你追求女兒 如果你追求女兒 如果你追求女兒 你也會很麻煩 或者你至少知道 怎樣交給她 對 你怎樣安撫她 安撫她 你怎樣跟她相處 這個要 你沒理由去不要 那些你給她 給她一個觀察她 那就麻煩了 那些到時她就會跟你跳 跟她登山家 喂 喂 觀察為妓 那這女兒不適合結婚 不適合有老公 喂 不生情人 不可以出生情人 那你不可以出生情人 所以你不要用老公的心態去管住她 是的 那你可以用情人的心態去 不一定要結婚 那你不可以結婚的 就算你結婚 那你要把你的心態轉變成一個情人 就是你當一個兒子 那樣對對她 都是那個 人與人之間的那個 關係和關係 關係 這些東西 自從命理上面 八字上面 元學上面 都是有提過 就是很多東西 跟你生活上有關 不是 那些人 傳統一點的說 結婚是好事 結婚不一定好 如果現在小時候 怎會這麼多這些離婚 結婚完 不再三個月來離婚 都不知道我來傳統 還是她來傳統 她來傳統 傳統就是傳宗接代 傳宗 傳宗接代 不孝三無厚偉大 傳統 傳統 你都沒什麼用 那你如果為了你自己 個人老一輩的傳統 而影響了你自己 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要觀察 影響了你的考判 沒有用 你自己想抱出來 不代表你一個人 那裡想生 你搞得 大家不開心 又來 又成 不是每個人都同一套 所以看清楚 都要靠專家 靠專家 什麼都好 凡事都好 其實 就算不懂看 你略略 開個盤 大概知道 開個命盤 不是問題的 開盤是有益的 開盤有益 就是人家開卷有益 你開盤是有益的 開盤也有益 因為你不開 你怎知道 你的小朋友 抑鬱一定是同四年 硬看到的 幾分鐘就看到的 你越早知道 其實越好 你越撤資 其實你就越糟糕了 不是說不好 越撤資是你個人的心理上 可能你經常覺得 原來我兒子是直的 我兒子原來心理很健康的 怎知道 原來到二十多歲 就說 我老爸是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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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 我已骨症了 你又大人說得到時 你怎樣 那他指望居爺 他覺得世界是這樣的 應該 所以這也是老爸的問題 對 所以那些怪獸家長 都很糟糕 什麼都要糟糕 怪獸家長 因為不是想要 你不去想清楚去做 即是想清楚 你不去看清楚 不是 你不知什麼叫想清楚 你覺得是想清楚 他們所謂的想清楚 他們以為 他們認為是好事 什麼都握住小孩 那小孩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是你那一回事 所以 總結一句 就是和大家說 就是剛才那幾點 開判有益 總之 醫骨怎樣來 你怎樣去看醫骨症 從小孩 小孩從小孩從出生去年 可以從出生年 他過生年 有益骨 或者用五行寶,穿什麽衣服 這是風水上後天步法 這些都是要問專家 這個風水上後天會很嚴重 跟你喜歡一樣,你真的用錯少少東西 真是治癒死日 你不小心把一株放進去 所以就是開一盤,太太死,略略太太 然後再問專家 當你知道自己的小朋友的小朋友 你自己就再去問醫生 或者其他心理醫生 或者朋友怎樣去開導一下 你這個有心理抑鬱症的朋友 或者你有抑鬱症的小朋友 這次就到這裏 因為抑鬱症其實講的都是這些 至於下一次的話 連帶我們會講一個叫自閉症的人 自閉就是可以說是一件好事 也可以說是一件不好事 抑鬱症一定不好事 抑鬱症一定不好 可以好可以差 可以好的 因為是相關性 所以下次我們會再講這個自閉的事情 那這次就到這裏 就這樣吧 OK Bye